贊美耶稣 感谢耶稣 分享我第一次 上个礼拜回到这里 听到叶牧师的讲道 我已经听了他的教导 很久了 明白他基本是 做一些耶稣 相信神的美善 相信神的美好 真的帮到我一家 我的生命很多 因为在很多困苦患难 很多人都会质疑 神爱我 但是叶牧师的教导真的非常好 上个礼拜我回到这里 坐在这里听叶牧师的讲道 我也是姓名的林哉 有酷一 他说了一句 他说 说一些伤害你做一些 伤害你的东西的人 不是在伤害你 而是在伤害耶稣 我就大哭了 原来他是在伤害耶稣 伤害我最深爱的耶稣 但是呢 我一个很专心听叶牧师的讲道的时候 我听到神的声音 他说 叶牧师说的每一句说话 每一个讯息 都是我想和我的子女说的 我自己本身是受这个迫害 就是这个律法迫害 就是会觉得 做基督徒要做很多事情 很多律 我就全部都知道 要做些什么都知道 都做不到 就是大佬做不到 他就很沉甩 做基督徒 你这样死的样子 就是自己会罵自己 是这样的 但耶稣不是这样的 他上个星期 真的很希望大家再重温 那个教导 因为我人生 耶稣两岁就来救我了 因为我受严重家暴 我不会常说 严重家暴 以至我自杀 耶稣 創生后违 失眠 全身痛症 我现在都是尋求医治 但耶稣真的很好 就算我经历这么多事情 我明白了 耶稣真的很好 这些苦难骗人 他说 其实真的很爱你们 他有美意 我听到神讲 从叶牧师的讲道 他说 他说的每一个信息 金堂每一个信息 他每一个字 都是我想和我的子女说的 我记得叶牧师说的 后字 就是我们会有产业 那些 你们重温 因为神竟然 我人生由这么小 听到很多道 我很喜欢听道 由照听到晚 我每一次听到神说 每一个字 说的每一个信息 都是我想和子女说 因为他们知道 你们努苦担重担 辛苦 常常这样那样 但是 叶牧师说的是 耶稣的心意 要轻松得胜 要这样 另外叶牧师 就想我分享 关于传福音 我去到哪里 我荣耀 还赞归给耶稣基督 我乐意传福音 今天来这个教会 我每次坐巴士都传福音 我感谢耶稣 我真的 真的很开心 今天有一个人信了耶稣 在巴士那里 他是一个婆婆 等巴士 又要这么巧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有神的安排 我要讲巴士 然后讲到巴士 有个婆婆 有两个夫妇叫她坐在椅子上 我到学生 是呀 婆婆你这么辛苦 你坐在那等 巴士又未到 我说你的脚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有知识的言语神给我的 我说是呀 你的脚那么痛 你坐下吧 不知道为什么说了这句话 她说不用了 多谢了 接着 我就上了巴士 然后很想和巴士传福音 我最喜欢坐巴士头 最前 因为我不想人骚扰我 那有很多ansious 我很紧张回来香港 因为我不习惯香港的生活 那我说 原本永远都是坐巴士头的 那婆婆就在下面坐不上来 那我后来没有 有些人都坐了 那我就说 我都坐了 就在楼梯后面有个电视那里坐 那 那怎么知道婆婆上来 如果我坐在前面 我就看不到婆婆上来的了 那婆婆上来呢 就坐在我斜对面 楼梯后那里的 那她说有两个巴士有两个位 那如果她 她就坐在外面 那我就跟神说了 我很想和婆婆传福音 但是呢 很没礼貌的嘛 你明白吗 那么多位你不坐 然后硬要婆婆 隔开膝头 然后让我进去 那没有礼貌 那我就跟耶稣说了 主耶稣 我很想和婆婆传福音 你给个印证我 如果你想 你开这个福音之门给我 你就叫婆婆坐进去 那我就知道 这个是你的讯号 这样 站完肚子很久 那婆婆真的自己进去 我会不会出色假 那婆婆真的进去 我看到你 立刻信号来了 那我就坐在去 跟婆婆说 单刀直入了 我说 婆婆 你永远认识耶稣 那婆婆就说 其实呢 我婆婆也信耶稣的 听听听听 说回基督教教会的 那我就将全套的福音 真的由头到尾 都说了 天堂地狱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我耶稣是神的义子 我又解释给他听 人有灵魂体 就是人以为自己 只是这个肉 我经常是神给我的 这个概念 就是拿过 我说 柠檬茶的瓶 别人以为这个瓶 倒了就没了 但其实你是里面的 那我跟婆婆说之后 那她竟然信 我说 婆婆耶稣是一份礼物来的 那她就有救恩的礼物 和赦罪的礼物 想送给你 她很想送给世人 她已经原谅了你了 这个forgiveness 这个原谅 已经给了你 永生也赐了给世人 但是世人不要 你想不想要这份礼物 她说我想要 那我说 我代耶稣多谢你啊 因为我说 耶稣这份礼物 她送给人 送给全人类 很多人都不要的 还要骂她 诅咒她 说她骗人 你知道很多人 诅咒耶稣的 说完耶稣 立刻骂你 她竟然肯要我 我代耶稣多谢你 你肯要她的礼物 她竟然一句一句 跟着我说 我承认我是罪人 我解释给你 一些罪的概念 承认罪人 她说接受耶稣 进入我的心里面 我知道死后 你会接我回天家 我跟她看契事录 那些 交换了密码 不是密码 是WhatsApp 然后我希望 带她回叶牧师 这里 因为她伸信的 我分享这个 不是告她自己的 是荣耀众生归为耶稣 我分享这个 是想跟大家说 耶稣说 什么神职奇事 那些人帮我行 有很多大能的人 但她说最开心 就是有人接受我这份礼物 接受我 接受我 因为你一个人得救 天上那些天使都开派对了 她说我开心 最开心的事 都不是神职奇事 有什么困境 得到帮助 你帮助那些人是好的 但最开心 是没有人肯传福音 怕死人家拒绝你 你们大家 不需要怕 去传福音 人家拒绝你 都不重要 你就去赶 你去说 你去说就可以了 你要代耶稣 做一个器皿去说 那你肯做那部分 神就会做她那部分 她是感动人 你以为我传福音 每个人都相信 我传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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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几个人 所以鼓励大家 身边有什么机会 就不用怕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使者 你就去跟那个人说福音 因为这个是耶稣最想我们做的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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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在我们身边 你怎么做 妈妈 你怎么做 我最后 你怎么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